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高雄疫情 今天又暴增了15例确诊 目前已经累积了42例的感染 而新增个案大多是跟新光轮的群聚有关 而最多人感染的工程行今天又有4例确诊 另外还有其他接触员工总共3间公司都传出了感染 而除了高雄港的传播链 还有一名确诊女子 是因为19号跟指标个案同一个诊间因此染疫 至于先前传出一个不明感染源的新住民 现在找到原因了 原来他曾经跟工程行的员工有密切接触才会感染 今天高雄有15个个案都跟新光轮的群聚感染有关 疫情暴风式席卷而来 高雄新增的15例确诊大多是新光轮群聚的衍生个案 那有4例是属于之前公布的工程行相关的 就是他们的员工 指出传染已经来到第二波23号的确诊个案 最多人感染的工程行又新增4名确诊者 另外2间工程行也爆发群聚感染 一共有3间员工染疫 至于日前一名个案装卸作业员 除了传染给职场同事 亲密接触的家人也多了4人染疫 这1844这个个案他也是在诊所这一部分被匡列 跟高雄港无关其中一名40多岁女子案18444 则是19号曾和指标个案父子两同个诊监看诊而被传染 另外原本有两位确诊者高科大学生和新住民感染源不明 现在新住民的感染源找到了 那他也承认了他是跟18214这位确诊个案 有比较直接面对面的接触 和工程行员工有密切接触而被感染 另外指挥中心指出高科大学生 曾和两位确诊者阻击重叠研判因此染疫 而师傅也在高风险骑进区设置三个筛检站 针对临近港口三里6000多位居民扩大普筛 目前没有出现阳性 1月23号起住宿型长照机构暂停探视 全面提升防疫禁止探视 就算是特殊情况也要完成疫苗接种满14天 提出前三天PCR证明 疫情持续扩大 市府团队绷紧神经提出对策 防堵疫情继续延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